接下来 加州发现巨人海蛊 1819年 一群士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轮坡科目厂挖坑寻找弹药库 当他们艰难地穿过坚硬的历史层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巨大石棺 足足有12英尺长 约3.6米 更令人震惊的是 石棺内竟然躺着一具与石棺等高的巨型人类骨架 推测身高足足有12英尺 约3.6米 士兵们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丝陪葬品的东西 包括武器 半宝石和刻有奇怪符号的贝壳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个骷髅居然上下各有两台牙齿 这些发现让人不禁遐想 轮坡科目厂曾经是否居住着一群神秘的巨人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如今又为什么会消失不见呢 这个惊人的发现也让世人开始重新思考历史 或许在以往的认知之外 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面对如此匪夷所思的发现 士兵们手足无从 他们找到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寻求帮助 部落长老神经营重 将这些海谷视为神明的一位 并郑重告急士兵们将海谷重新满意 切勿再期待 士兵们不敢怠慢 消息传开后 官方人员一等于现场 秘密地将海谷进行二次银造 此后 关于巨人的故事 便消失匿迹 讲出这段故事的女人 其丈夫正是当年参与挖起士兵的士兵权 如今 当年发现士兵的文波科目厂 早已被成为一座军事基地 正是大营人体的 汉兵的军军基地 而一千八百一十九龙的海谷发现世界 也仅仅是美国众多关于巨人传说中的冰山一集 关于巨人的传说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神话文化体系中 都理解不鲜 无论你走到哪里 几乎都能听到女文巨人的故事 这些巨人身材高大 力大无穷 红枪在神话传说中 扮演着万文旺文生涯的剧情 对人类充满敌意 甚至惨慌 从《圣经》中的哥利亚 到北欧神话中的伊米罗 到古希腊神话中的古甘提斯 中国神话中的盘古等 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 都讲述了这些巨人 里面山河的事情 美洲大陆也流传着许多 关于巨人的传说 从美国伐木工人朋友的故事 到印第安人 关于红菜巨人的传说 这些光怪鹿鹿鹿的故事 数不胜数 如今我们大多将这些故事 当成神话传说看法 毕竟很难想象 体型如此巨大的生物 在地球上是如何上海 而且也没有确定的证据 能够证明它们的存在 但事实当中的事情 也许存在着 我们未知的利益 自从十九世纪反计以来 美国各地都不是传出 发现巨人的消息 甚至登上的报纸 对方历史记录 重要人物的日记 和报纸档案中 都记得了许许多多 关于巨人狗牌的报纸 现在 你甚至可以在网络上 找个这些报纸 在短短的二百年间 人们发现了超过一千份 关于巨人狗牌的报纸 这些狗牌的生包 巨人的记忆 至少有七英尺 一米到十八英尺 五点四米包 正如你将在接下来的地图中 看的一样 美国一些追的巨人狗牌 发现案例明显了其他状况 我害我者的发现 案例数量 畏惧榜首 一位逆宁网友 收集了巨人狗牌的 报纸警报和报道 并整理全一个 可供公众 使用的电子感觉 根据他收集的数据 下端显示了 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 发现巨人狗牌最多的地方 虽然大多数发现 都被认为神有狗剧 夸大气词 但还有一些发现 无法轻易分析 其中 有一些案例 尤为引人注目 有的一位可信度高 有的一位与古老的 某州印第安人 传说惊人的相似 还有一些案例 两种兼具 一份来自1947年的报纸上 刊登了一条 被人匪夷所思的报纸 内容源自一位 名叫弗朗西斯 布鲁斯 拉塞尔的退休 文汉博州医生 据文章描述 1931年 拉塞尔博士和他的同事 丹尼尔 S博威博士 为了寻找采况机会 正在加州所地区看他 当时 拉塞尔博士叫下的大地 突然塌陷 他跌落到了一个地底 的雨水之中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竟在洞穴中 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一个错综复杂 仿佛通往未知世界的 洞穴网络 在这些洞穴深处 他们还发现了 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 巨人相似的雨海 身高据称达到了 惊人的8到9英尺 约合2.4至2.7米 自然 拉塞尔和博威 讲出这个故事后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起初 拉塞尔博士 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甚至成立了一家公司 计划进一步探索洞穴网络 并全中国 遗憾的是 他们再也没有 找到过那个洞穴 然而 故事并没有救此问 不久之后 拉塞尔博士 就一起失灯 人们只在死亡的一处 偏远地区 发现了他的汽车和行李箱 仿佛人件蒸发了 他的火把模维 也从这次事件后 老于音信 只在偏偏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 拉塞尔和博维 并不是唯一讲述 罗列斯故事的人 在1920年代 还有一位名叫怀特的勘探者 也省成了自己 诸位的洞穴 并在其中发现了 有名的故事 怀特的故事 引起了当地 扑驻印第安人 喊流退出的汤姆 威尔区的能后兴趣 因为他与他 足处讲述的传说 非常相似 威尔区陪同怀特 一起寻找神秘的洞穴 但他们最终 一无所护 1932年 一位名叫伯克 里的勘探者 出版了一本名为 《死亡谷的男人的书》 书中也讲述了 同样的故事 和其他人一样 所有声称 进入过地底城市的人 都立即失踪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 在距离死亡谷 577英里之外的地方 1904年 也发生了一件 类似的事件 故事的主角 是一位英国勘探者 人们只知道 他代号为J.C.布朗 与拉萨 不为 怀特 和威尔辛的祖父一样 J.C.布朗也是 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 在洞穴中 他不仅发现了珍宝和文物 还发现了高达10英尺 约三名的巨人沐南亿 离奇的是 布朗和一支探险队 即将返回该地区的那天 他也离奇失踪了 其实 关于地底城市和巨人的故事 在北美原著名传说中 由来已久 派尤特族 甚至流传着 一个关于酋长的传说 这位酋长 因爱奇去世 悲痛欲绝 独自一人 有道德斯桑 偶然发现了 林文生 和大夫的地底城市 派尤特族的传说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 地表上存在的巨人 但另一个故事 则更直接地描述了 品行远超长的生命 根据1886年 被旷野工程师约翰 替李德讲述的故事 派尤特族 曾与一个名为 西蒂卡的部落 发生过战争 这个部落的人 也被称为赛裔 他们拥有红色头发 以吃人为生 是当地的命 最终 派尤特族取得了胜利 将赛裔区带到一个洞区 并封住了洞区 防止这些巨人的洞区 这个地方 现在被称为 爱人为客洞区 然而 与我们之前 听到的故事不同 关于西蒂卡的传说 可能并非完全空虚的缝 1911年 两位蝙蝠粪 挖掘工人 那位 古格和詹姆斯 哈特 偶然发现了 这个部落的病 在厚达3到6英尺的蝙蝠粪 从下方 埋藏着数千届 人工制品和遗憾 显然 这里曾经存在着 一个威蝠海带的巨人 其中一只羊鞋 据估计有一万个厘数 甚至比世界上 公认的最乎人名 还有古老 虽然遗憾的是 没有缺席证据表明 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 是真正的巨人 但1911年 发现的遗憾之一 确实属于一个 身高六英尺六亿 虽然算不上巨人 但也得平均升高 我得了一些 不过 也存在着一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来自 埃罗维克故事的遗憾 和遗憾 都得了存 问题出在旷工们 最初的挖掘过程中 他们只保存了 他们认为有次的东西 因此 在任何系统化 挖掘开始之前 许多珍贵的遗憾 可能就因为不幸 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永远消失在历史的 传播中 认识的故事 其实并不难解 在美国各地 许多关于发现 巨人虎阳的报道 都离奇地从上问题 最终被宣布为骗局 诚然 其中许多看法 的确是虚人内道 但也有一些案例 让人不禁怀疑 是否存在 某种刻意的隐蔽 比如 关于为人导致居民 和神秘遗迹的传说故事 虎阳和智隐 虎阳是一种 人跟A子其他的 大型土房东西 通常作为灭造 国际寺场子 这些神秘的遗迹 让普通人铺铺骨水家 勾搭了扣 这些土墩 在北远 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据估计 美国各地 曾经有超过 一百万的土墩 但如今 上市大约十万亿 早在十九世纪 许多人就认为 这些土墩 其实是军人建筑 其中一位 著名的知识就是 美国前总统 亚国大人 林亚 他曾卸盖 但这还不是纯 还让人联想到遥远的固执 当格伦伟最新 来写这片大陆时 当耶稣被定存在 十字架上时 当摩西带领 一树的人穿过红盘时 甚至当亚当 从作物中的手中 带生时 尼亚加拉瀑布 就一直在那里 咆哮着 那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庞大生物 它们的海骨 埋藏在美洲的土墩之中 就像我们现在的 它们的眼睛 也曾注视着 尼亚加拉瀑布 与人类历史相伴 甚至比人类出现得更疼 尼亚加拉瀑布的壮观 至今未有 就在一万年前 亚国 韩国旋徒 已经灭绝许子的满马像 若如齿像 如今具有残存的 巨大骨骼碎片 不证明 它们曾经存在 这些事情生物 也曾与尼亚加拉瀑布 共同经历过时间的活力 在这漫长的岁月 尼亚加拉瀑布 从未停息过 从未刚好 从未结冰 从未成熟 从未休息 有趣的是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各大报纸上 频频报道了 发现巨人骨骼的新闻 其中更令人费解的是 其中两天报道 竟然来自著名的 《纽约时报》 登记这两篇 分别判断了 于1886年 和1897年的 《纽约时报》的文章 据称 乔治亚州卡特斯维尔 和威斯康星州 分别发现了 类似于巨型人类的 生物股价 乔治亚州的股价 虽然为14英尺 约合4.3米 而威斯康星州的股价 则约为9英尺 约合2.7米 尽管现在 仍然可以在《纽约时报》 网站上阅读这两篇报道 但奇怪的是 关于这两句 巨型赌价的下落 再也没有后出的报道 这好像报纸提过一次之后 就决定不再 使用此事了 谈到土的遗迹 获得不提美国 最引人入胜的大蛇丘 关于巨型赌价的故事 也与此地有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佛雷德里克·罗德 普克南教授 在该区域附近发现 6英尺的故事 虽然这个身高称不上军人 但另一位 人叫杰弗 威尔逊的研究人员 重新发现 已拍摄了一支 七英尺报的故事 奇怪的是 这支故事的下落 会叫《古不缺失》 就让一些人 推则它可能远本不够 越来越多 与巨型故事相关的发现 出现在两个 过地的普遍移植状 比如西湖吉尼亚州 就曾出土过 一具七英尺两英尺高的骨架 俄亥俄州迈阿密斯堡 也出土过一个 令人惊讶地发现 一具八英尺 一点五英尺高的骨架 爱荷华州发现的 另一具骨架 则测量为 七英尺六英尺 据报道 最后一个出土的骨架 暴露在空气或 分化成灰尘 我们还看到了 这些故事 是如何反映在 北美原住民的神话 和传说中的 此外 我们触及了 美国有关讨古发现 和巨人骨架的谜团 讨论了人们 关于这些骨架来源 和真实性背后的 各种理论和猜想 最后 我们深入研究了 北美原住民传说中的 西蒂卡人 又名爱沃维克洞群巨人 现在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 深入探讨史密资金学会 一直在大量收购 几乎所有 被发现的 巨型骨架的原因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 科学家和爱好者 在这个问题上 不知问不收的争议和理论 以及更多有趣的细节 希望能尽力解开 巨人骨架背后的 长期命运 还有更多的巨人出土的 巨型骨架 并不仅仅局限于 普敦和其他美洲 原住民的神圣之地 1933年 美国密苏里中一个小镇上 一名男孩在寻找建筑时 另外发现了一具 完整的八英尺高的巨人骨架 这具骨架被送到了 RFC帕克博士的办公室 进行检查 之后回于马什米森尼学会 1895年 圣迪哥出通了一具 八英尺四英尺高的骨架 去吸引属于一名 美洲原住民男性 什米森尼学会 花了五百美元买下了他 并展出了十三年 直到后来经过重新检验 才被宣布 是用南郊制成的原造骨架 他们为什么会买下它 或者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重新检验 这都是个问题 这些都是真的吗 既然仅在美国 就有如此之多的发现 居然物件报道 为什么主流科学 人类否认居然会存在 更重要的是 这些骨架现在在哪里 他们发售什么 和任何试图证明 跟边缘科学人物事物的报道一样 许多此类的发现 都被科学家们 人类为恶作剧 花的气色和文化 公平地讲 许多案例被证明 是蓄意之外的恶作剧 例如看一部剧人优象 是由一位愤怒的 无神面者制作的 用来证明 人类很容易上的视频 同时 许多报道巨型骨架的新闻 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只有被收藏在 史密森尼学会的 骨架残骸 和一些目击者的证据 由于没有实际的骨骼标本 作为展示 想要让人相信 巨人种族存在的说法 将非常可谓 当然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这些被发现的巨人骨架 虽然确实比 同时勾搭 但他们都是患有巨人症 又值得肥带症的原因 这两种疾病 若是由于生长激素 分泌过多引起的 前者影响儿童 或者影响成年人 患有巨人症的儿童 可能会一拳高打 但遗憾的是 大多数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都会隐隐从事故 据记得 世界上最高的人 罗伯特·瓦德洛 身高达到2.728英尺 11英寸 但他也只会到了22岁 综合以上 我们是否可以说 那些巨人骨架的人 其实患有这种罕见的疾病 不过 还是要考虑另一个因素 生物的事 根据平方 美方更专 位置的体积 不缩的气 尺寸的增大 更害得增加 而表面积的增长 才相对降大了 这意味着 如果巨人真的存在 他们的骨盒 将云在之中 这些身体的重量 最终因承受不了 此生的重量而倒弹 这就是为什么 像罗伯特·瓦德洛这儿 患有巨人症的人 是要配戴腿活之下 更顺利的章 才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恐怕也 自有女神像 为什么他们的乐意力不好 能够推卸定属 会意外呢 或 和所有存在于 三维世界的物体一样 恐龙和自由女神像 也能遵循着平方 立方定律 没有意外 反而 能够支撑他们 战力而不坍塌的原因 在于他们的自身阶段 根据理论 恐龙能够打破平方 立方定律的原因之一是 他们又有空心骨盒 这使得骨盒重量减轻 力度降低 另外 大多数陆地的恐龙物中 通常都拥有粗壮的下质 可以据称庞大的身体重量 另一方面 人类建造的机器 巨型雕像和摩天大楼等 都需要依靠特定的设计和材料 来确保他们不会因 自身重量而灯塌 综上所述 除非巨人的身体构成 和结构 与人类完全不同 否则平方 立方定律 基本否定了 他们存在的可能性 当然 就指的是大多数情报 超过13英尺 4米高的巨人 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 对于7到12英尺高的巨人来说 或许还存在 一次可能性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许多被发现的巨人骨架身高 其实都仅在7到12英尺之间 平方 立方定律 并不完全否定 巨人存在的可能 毕竟历史上 确实存在过 身高处于这个范围的原因 只不过 他们很可能因身高的缘故 遭受各种健康问题 现在 让我们回到美国的巨人传说上来 难道这些仅仅是夸大的故事吗 可以说部分事 但并非全部 因为显然 这些故事中 还存在一些奇怪的因素 首先就以处则保护这些 可能隐藏的 原古历史线索的机构里面 如前所述 史密森尼学会 是大多数发现的 骨架最终存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 这些骨架 要么被标为恶作剧 要么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被人疑问 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 似乎没有一份报纸 目击者 和发现者 决定过这些故事的后续发展 《纽约时报》虽然判断了两篇 关于巨人传在的一章 难解释 史密森尼学会 自十九世线以来 就一直积极接收 据称是巨人传家 然而 后来他们 也始终将有一件 或是为错误的发现 和网造品 1934年 时任史密森尼学会 人类学策展的 阿兰斯 赫德利齐卡 领导的研究团队 一再不会有关巨人 冒家的创业 赫德利齐卡 坚决否认巨人的存在 认为人们要么 因为知识错误 要么因为宗教信仰偏见 而容易上法受骗 可以理解的是 赫德利齐卡的观点 不是有些骗你 特别是在他对于 北美人著名的看法方面 赫德利齐卡 曾强烈主张 美洲大陆 在三千年前 无人居住的观点 这如今看来 已经过时 现在我们都知道 人类至少在一万年前 就生活在这片大陆上 此外 他还参与了 美国优生学协会 一个如今看来 颇具争议的组织 暂且不论他 颇具争议的职业生涯 赫德利齐卡 只是一个缩影 许多学术界人士 会毫不犹豫到 果斥任何支持令媒体什么的东西 遗憾的是 这对于大多数边缘理论 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 大陆飘移学说 克罗伊古城 以及全球洪水这些理论 在前不久 也都被归为边缘理论 一百年前 人们嘲笑大陆 会移动离开原有位置的想法 而克罗伊古城 也仅仅只是传说 直到1871年才被发现 如今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数千年前 确实发生过全球洪水 尽管确凿的证据尚未出现 但却持着一流的声音 也没有回答 虽然我们很难说 美国存在巨人种族的领论 未来也会取得同样的图法 毕竟我们并没有确切的 政治证据 巨人曾经存在 然而 就像某种暗示一样 让专家们惊叹的神秘犹豫 不断出现 历史记载了一些 关于巨人骸骨的发现 虽然真实性难以考证 但仍掉出了人们的胃口 欧元二世纪 古希腊地理学家 王萨尼亚斯 有着世界第一批保留手册作者之称 记载了在叙利亚奥特斯河底部 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 巨大的人体比较 高达5.5米 相当于18英尺 二十世纪初 西班牙征服者 也在马亚神庙中 发现了一个 尺寸惊人的任务人家 根据命令 被送给教科 一九七五年代 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个 长达三十亿英尺 约八十亿英尺的 类伏结婚石 紧急 关于巨人传说的来源 一种观点 直接被人所接受 即人类女生 居然的夸大性 大多数都将 无认为 在远古时代 人类生活的黄金石 那时的卡罗 已经枭绕了善战 而且身体强健 瘦人都长 亚当和其他早期组长 都火到的让人 难以置信的迷惊 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 这些人类的身高 但到了十八世纪 圣经学者们 估计亚当的身高 达到了三十七米 一百二十英尺 而若亚 则率高于三十米 九十八英尺 人们认为 随着黄金时代的失去 人类的身材 也逐渐退化 过去的历史学家 和学者们 则提出了 更加温和的警示 他们认为 在大自然灾难 反省之前 地球上曾升布了一群 身高约四 十三英尺的人类弥密 当时 地球的攻击温度更高 大气中的氧气含量 也更丰富 水体中富含带具 有利于骨骼生长 这一理论的知识都认为 我们的祖先 之所以将敌人成为巨人 是由于心理上来说 战胜一个强大的巨人 会更加脱小胜量 至于故事中 经常提到的 巨人残暴的信息 就有推荐有没有的 热奇心理的情绪 为什么要歌颂 敌人的魔法和智慧 然而 也有一些真实的发现 让我们不仅心生怒惑 一九四一年 德国古生物学家 和科尼西娃尔德 在爪哇岛进行挖掘时 在地下发现了 顺刻牙齿 随后又发现了 完整的下坡谷 属于一种远古临朝的动物 实际是现在把心想发挡 这就是爪哇远古巨人 巨灾新型 被虚人发现的经验 在今时来的经验里面 执行更大的生物物行人 在中国的环境 南非和爪哇里 故事被发现 他们的面目的巨人 从科尼西娃尔德认为 巨人是一种出现于 相对近期的大型物类 他的同事解剖学家魏东瑞 则大胆推测 巨人可能起源于巨人 并经历了 美根福克斯 巨灾有人 和皮特杰福克斯 原人等进化阶段 按照该理论 这些早期人类的体型 再次递进 另外 英国古生物学家 在蒙古国乌兰巴托 发现了一具 距今4500万年前的 巨型类人生物遗骸 该生物的颅骨 类似于原类 但其他解剖学特征 又表明 它可能拥有智慧 并具备语言能力 该遗骸的骨骼结构 也与人类相似 除了惊人的体型 足足有15米 49英尺高 然而 美国古生物学家 对这一发现 实怀疑太多 不过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 将巨人视为 生活在更新式中期 和早期的人类远亲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 这些关于曾经 存在于世上的巨人的故事 不过只是饭后谈资而已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这却是他们的历史传承 我们选择相信 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大胆地去寻找 自己的答案 并允许他人做同样的事 毕竟 正是好奇心 引领着我们去探索位居 从而取得 许多伟大的发现和突破 探索之旅永不止步 前往我们的播放列表 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吗 别忘了订阅本频道 以免错过下期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